今天我们要聊的车呢是一辆宝马的430 Grand Coupe 一个非常帅气的高功率的四门五座车型 但是大家这个开心呢我估计也就维持那么一会儿 因为当我说出这台车的里程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这台车是2017款的宝马430 Grand Coupe 然后是M运动的款型 车子呢也是2017年上牌 现在的里程数11.2万公里 11万多公里吧 我们去年和前年拍过几个视频 去讲我同事的那台大里程的320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车况 然后讲讲它需要做哪些整备 但是对于B48的车子来讲 超过10万公里 其实在我们的自行车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也没有机会去给大家 去讲一下这个车现在的这种感受 难得遇到了一台11万公里的还是个430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我现在的这种驾驶体验 其实自打宝马大面积的使用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来 整体的这个稳定性呢 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如果说你之前开的时候 自吸的那个六缸的2.5也好 3.0也罢 它可能在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 给你制造很多的这种麻烦 让你经常往修理厂跑 但是到了2.0T的时代 10万公里对于这个发动机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卡 一下也就过去了 我们这台车是11万公里 而它的这个检查结果显示 它现在需要做的整备呢 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这种常规的保养类型 就可以了 然后所谓那些常规的保养项目 也就是指换机油而已 那些比较贵的耗材 我们暂时都不需要担心 这个前车主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客户啊 他已经帮大家都解决了 像四条轮胎都是18年底 或者是19年年初生产出来的 现在的剩余寿命啊 应该都在70%以上 刹车片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剩余寿命 应该是刚换过没多久 至于像冷却液啊 刹车油啊 蓄电池啊 这些东西呢 也都不需要操心啊 都处于一个极佳的工况当中 四条检震器应该还是原厂 目前也没有渗漏的情况 所以它的现在的底盘的状态呢 也是一个很紧实的 几乎感觉不出来 这是一台超过10万公里的车 其实这种高功率的宝马的车 开多了 真的是一种很上瘾的感觉啊 这个油门只要轻轻一点 就可以把周围的车全部都超过去 如果他们让你超的话 火带劲啊 这个油门响应的速度特别的灵敏 没有任何的迟滞 涡轮的介入点 你是感觉不到的 这个车就是一个 非常的稳定 非常平滑的输出 出力的感觉是很干脆的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宝马这个转向啊 我也是特别的喜欢 这个绝对是最顶级的转向的手感 你打方向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享受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车是一个EPS的车型 但是宝马的工程师 依然赋予它很强的一个路感的反馈 我们单边去压一些 阴景盖子也好 减速带也罢 只要是有一个单边的轮跳 我们的方向盘都能够反馈到我们的双手之上 这种车子和驾驶人之间的这种呼应 真的是一种令人沉醉的感受 然后这个方向盘也很棒啊 丁字库的造型 握起来非常的舒服 整个造型也非常的性感 但是我说这个性感跟丁字库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是宝马M家族 它一直使用的一个款型 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方向盘 总是能够联想到滔天的这种性能 无穷无尽的动力释放 握把设计的很粗壮 其实大小非常适合用我们这种小手去抓 然后里面还有很厚的填充 所以你捏下去的时候总是软软的 但是皮革呢摩擦力又非常的充足 并不会让你出现大滑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方向盘 它的这个无论是路感的反馈 还是单纯的手部的这种触觉体验 都是五星级的满分表现 目前开起来就一个地方 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恼火 就是我的驾驶人的这个正后方 可能是靠左边一点 有可能是我们的左后门这个位置 有一个塑料试板 在颠簸的时候会发出这种 嘎吱嘎吱的这种声音 我待会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个异想源 这在这后排的乘坐空间一般 跟长轴距的三系比起来 肯定是有差距的 跟同价位大家能买到的这个五系比起来 那差距就更大了 但是日常坐坐没有问题 整个乘坐体验呢 跟普通的这种紧凑型的轿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如果说您之前开的是这种 A级车紧凑型车子的话 这样的后排应该是很熟悉的 但是有一点啊 这种BBA的中级车 它们的这个调校呢 都是偏运动化的 所以后排的这个悬挂的反馈很硬啊 我们现在在前排去驾驶 或者坐在副驾驶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异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只要你坐到后排 遇到这种颠簸 或者说前面的人开的稍微激烈一点的话 其实舒适性是比较差的 如果说您买车经常后排坐人的话 我个人不仅不推荐四系啊 长轴距的三系 虽然空间更大了一些 我也不是很推荐 我推荐您直接用相同的预算 去买车龄稍微长一点的宝马的5系 这样你就能在驾驶性和乘坐舒适性之间 得到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衡 我刚才说了 前任车主是我们的老客户 这台车呢 其实是我们帮他逃的 前面几任车主对这台车 我觉得养护应该都是比较的到位的 像他内饰绝大部分的这种细节啊 都是经得起推敲 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痕迹 瑕疵比较明显的呢 可能就是我现在正在坐着的这个主驾驶的座椅 另外呢 就是两个后门 左边的后门呢 外面点撞的破漆比较多 如果说您看着比较个硬的话 可以把它给喷掉 然后右边的那扇门呢 油漆倒是没坏啊 但是经线上有一些挤压变形 这个做个平坑应该也可以解决 这台430G Coupe 现在在我们小程序上的价格是27.28万元 而同年份的里程少一点 比如说3万公里5万公里的车子 目前的行情价主要都还在 30万左右 有一些都还在30万以上 所以这个车已经有一些性价比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您要性价比更高的话 我有一个平行替换产品啊 并不是我们的430G Coupe 而是330的长轴距的版本 虽然说记地盘的这个3C 上市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但是F35的长轴距的这个 尤其是高功率的车型啊 它的这个行情还是比较坚挺的 但是最近啊 这种坚挺的行情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松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重庆站的一台330MI啊 那台车跟这车年份一样 颜色一样 动力调校一样 然后也是一个M运动的款型 配置上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3C啊 轴距更长 就这点区别而已 那台车现在的价格呢 只要249800 比起可能半年前 甚至说三四个月之前 价格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了 如果说您是追求性价比 追求一个驾驶体验 对于这个车子的造型没有太高要求的话 那台330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